怎麼還不傳來 四 四 五 水晴 十八 水晴 你好 你有聽到我說話嗎 蘭蘭 怎麼了 難道你都不擔心 阿喜跟蔣醫師發展怎麼樣 我當然擔心 那你怎麼還有心情 在這邊做運動 也不知道他們進行得怎麼樣 我是藉由運動來分散注意力 不然我根本想跑去偷看他們約會 原來你比我還緊張 當然 其實我更煩的是 我好像沒有那麼了解你 好啦 我來幫你出主意吧 真的嗎 拜託了 我拿手機錄下來 好 好 愛情會遇到瓶頸的 通常就是因為不夠了解另外一半 要是真的了解你的另外一半 就好像拿到通行證用在她心中 在她心中 我覺得你說得滿有道理的 但我比較像是在蘭達心中迷路 找不到方向那種感覺 那就表示你還沒拿到她的VIP 怎麼可能 我都聽你們的話 認真觀察蘭達好不好 而且我做很多筆記 你看 像這個馬鈴薯要先切一筆 算了 我還問你幾個問題就知道 你是不是VIP 你盡量問啊 好 對 蘭達喜歡吃什麼 甜粥吧 蘭達喜歡的顏色 白 不對她好像滿喜歡藍色的 OK 蘭達有幾個胸部準備 這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蘭達老家在哪 蘭達喜歡的演員 演員 蘭達是狗派還是貓派 蘭達喜歡什麼相處 OK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你這個男朋友 到底怎麼當的 怎麼什麼都不知道 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我一定要想辦法拿到 蘭達的VIP通行證 蘭達 我們來玩個遊戲 分散一下注意力吧 玩什麼遊戲啊 待會兒我手上的卡呢 每張卡都有一個題目 翻開來之後呢 平直覺回答 不可以隨便敷衍 或是不誠實喔 我會有運動家精神的 那我們要開始囉 最喜歡的顏色 藍色 最喜歡的食物 你煮的粥 最喜歡的運動 籃球 沒有 討厭的事情 我討厭妳不開心 現在就像現在 討厭的食物 豆漿 豆漿不算食物吧 你討厭豆漿 那我自己還煮給妳喝 可是我不知道妳不喜歡豆漿 我不是威德蘭達 妳之前又不知道 那妳還硬喝 妳的愛心 我們繼續 家庭成員 我先說好了 我除了父母以外 還有兩個姐姐 而且他們都超強勢的 我都知道 有多強勢 不要問 你會怕 我現在光想到他們的臉 我就 好 我不問 有可怕到這種程度 原來我真的一點也不了解蘭達